2024总统和立委选战落幕 而台中捷运蓝线在这回大选当中成功的朝野攻防焦点 这个由于国民党这回在国会中拿下最多席次 再加上台中市兰英立委当选率高 也因此之前一直卡关这终结蓝线能否尽速动工呢 台中市长卢秀燕上有主持市政会议的时候 坦言的确有看到曙光 而另外会议当中也正式宣布两名新任的副市长 由原本的新闻局长郑兆欣 还有副秘书长赖淑慧来胜任 大选完的上班的第一天 随即公布了新的内阁人士 台中市长卢秀燕主持选后第一场市政会议 就是宣布新任命的两位副市长 赖淑慧 副秘书长 还有新任的新闻局长郑兆欣 郑局长 由于原来的副市长王玉敏 即将重回立法院担任部分区立委 三位副市长选后市府小内阁展现新气象 妈妈市长表示选人原则就是以市政为主 而且是老干心知 拔拙 优秀人才 而且选前朝野攻防激烈的台中捷运蓝线也展露曙光 这回在最强母鸡卢秀燕的加持之下 台中立委席次八席抢下六席 也助攻国民党在国会席次名列最高 捷运蓝线能否在接下来的任期内动工各级关注 基本上我已经看到曙光 我的任期还有三年嘛 应该是非常的指日可淡 因为不可能再耽误三年嘛 终结蓝线案子送到刑政院 大约有一年时间 这回大选立委换血 若能因此加速终结蓝线过关 那真的是全民期待 借江世界台中 参观到